農曆春節就要逗了 但是要提醒您 當新病毒也在週流 不只是從國外 反國可能會帶回來新病毒 這難來別往出遊 或是拜年也可能讓病毒傳播機會大增 根據疾管署監測出新冠病疫苗 接近點一 現在成為主流 國內監測佔比提升到百分之五十二 一旦新冠流感雙重感染 這疾病的嚴重度會增加 住院率和死亡率 也會因此增加百分之二十 到百分之三十 就怕感染過年假期變成病假 趕緊來打新冠XBB疫苗 疾管署近四周監測變異株 發現本土病毒株JN.1 占比升到百分之五十二 春節越來越近 人群聚集移動頻率增加 病毒傳播風險非常高 新冠的變異株 目前已經改為JN.1為主的一個趨勢 預估在春節後 這個新冠人可能有另外一波的一個高峰 有些民眾可能是停留在比較早期 那雙架疫苗的最佳計 那其實可能序列就會差異的比較遠 變成說是記住原本的原始株的序列 所以就變成說效果對於新的變異株 就沒有這麼的好 春節出國返向或半年都增加病毒傳播的風險 如果雙重感染新冠跟流感 兩種病毒夾擊 免疫系統恐怕不堪負荷 造成強烈的發炎反應 死亡率相對提高 醫師幾乎不論新冠還是流感 打疫苗都是最好的防護方法 而最後一批Novavix XBB疫苗 16.5萬劑已經抵台 等時要數檢驗審查 順利的話 下周就可以配送到各縣市 記者黃盛全黃淑芬台北報導